大家好,我是五仔 哇,這一節我看到傳中港的新聞 在炒熱中國好聲音李文生前控訴 錄音帶流出,在大陸有9分鐘 還有,原來陳奕迅之前 一早已經說這個節目是做馬的 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的討論 李文的聲帶我們也會貼一貼出來的 我們先說陳奕迅怎樣說 他簡直是生氣到哭 不是,是陳奕迅,沒有 李文生氣到哭 陳奕迅早揭了節目做馬的 叫我按一下按一下 其實是怎樣 講個詳細給你聽 有些參賽者爆黑幕 用錢買名刺 其實有人的地方有黑暗 中國好聲音黑幕 傳了幾年 網民罵這個節目組 當然是內地的網民 有些人聽到,你聽完這些之後 你說這麼壞我們抵制他 你也不知道怎樣抵制 你想看也不能看 最多在YouTube看到 你不按進去 但有些人唱歌也好聽 黑暗是黑暗在那個規矩 陳奕迅過往大爆 現場導演叫我按一下 但當時他沒有照做 即是怎樣 你叫評判回來的 評判其實就是 他的機器 是導演叫他按 聽到信號叫他按 不按就不按 那我來做什麼 你才操縱過賽果的人 這樣搞法 很離譜的 中國好聲音 其實有很多很厲害的老師 有周杰倫 有李文 李文那件更厲害 哭了 哭到他 哭到他 因為他的腳有事 之前也說過 現在是聲帶流出 炒熱這件事 某個參賽者 其實陳奕迅說 唱歌也不太好 都不能夠讓他達到轉身的程度 但旁邊的導師太厚了 現場導演叫他和拿英一起按 都按 但兩個人不妥協 神經病 你叫我做評判 你叫我按 你也愚蠢 這麼黑暗也有 後來錄影看到參賽者 還穿同樣的衣服 質疑有兩次機會唱完又唱 還問節目組 為何只能讓他這個人唱兩次 節目組表示 不希望看到好的苗子被埋沒 嘩 這樣 這顆好苗子 這樣 幫他調整音樂 什麼都可以 都離譜 當陳奕迅看到參賽者 猜測可能節目組 覺得對方外形不錯 就是吸精 真是好看 讓他再唱一次 當時陳奕迅說的時候 人們已經說是造假 真人秀也有劇本 全部都是戲 有人覺得陳奕迅當時收到節目組的 純粹指示叫做戲劇聲 這些不叫黑幕嗎 嘩這樣也不叫黑幕 這樣也不叫黑幕 譬如過不過關的評分 那些 比說好 比好 這些不行 不行 但這些真的影響聲譽 他們那邊 都回應 中國好聲音 說說李文那裡 李文那裡 其實之前都哭了 說那個不公平 生氣得瘋了 他說 低分那個可以出來給多一次 我高分過他 我不行 這是什麼規矩 這個是不公平 不公平 還有剪了一段聲音 現在在內地瘋傳 就說李文說 喂 我本身的腳有事 他一早已經跟他們說了 說腳有事 但是安排 就是本身的男生 在他旁邊 他站不穩 他只是站不穩 他硬頂 他說我的腳是有事 做過大手術 然後有個男生 在他旁邊頂著他 就可以唱得到 但是要他死也要他 沒有人跟他頂著他 我不行 穿個七寸的高跟鞋 你這樣欺負他 他直接跟你說了 你又不安排給他 很離譜 然後李文就死定了 那段聲帶就很激動 所以你看到 其實做明星 你不要說很過癮 觀眾看你 就當你是superstar 你在現場的導演 每個人都拿著雞毛 當令箭 人前人後 挺好的 什麼老師 你真的去到開裝的時候 他當你是一隻棋 其實那些導演很糟糕 我告訴你 老實說 你導演有多厲害 你中國好聲音 你找一些卡士來撐牆 不是說不尊重你導演 你導演 你其實是怎樣踩過界 我行內人告訴你 如果你是戲劇drama導演 好像杜琪峰那樣 那套戲怎樣做 應該怎樣去 導演應該是將軍來的 拿著裝 說了事 就是顧天 我要你給這個反應 你一定要給這個反應 因為導演才是控制成盤棋 但是你真人show導演 和那些導演是兩回事 你真人show導演 你拍的東西應該是寫實 當時有些什麼 你就拍些什麼 應該是 你不應該有劇本 還有你應該是負責控制流程 要捕捉那些嘉賓最真實的一刻 他如果是給分那些 那些是不能夾的 如果他之前收了錢 有黑幕的 我一定要按這個 那就另了別論 很明顯 陳奕迅和李文這些就不是 李文你聽他說話 你覺得他的人是很... 就是很...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不要跟我玩東西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我個人也是這樣的 你不要跟我玩東西 你怎樣跟我扭這些 我就爆你了 就是這樣 就是他性格是這樣的 你看得出來 你如果有聽過那段錄音 我們待會也有得聽 這些導演拿著雞毛 當令箭 當那些藝人 好像扯線公仔一樣 但是你想想 這些節目 是因為這些大明星在這裡 那些人才去看而已 有些大明星在這裡給分 才有公信力 現在那些大明星拆穿你 沒有公信力 還有可以欺凌一些巨星 李文是一個國際巨星 唱奧斯卡的 他是第一個華人唱奧斯卡的 你想想他已經去到這麼大的明星 他去到這些內地節目 依然被人當是公仔 扯線公仔 明知道別人的腳不行 跟你說了是跟你溝通好 說了是這樣 還要硬要拔開 我不知道他是否就 其實我在導演的角度看 應該想就 那個舞台效果 但是人家做不到 人家做不到 你硬來 他是沒有同理心 就是當那些人不是人 我告訴你 在娛樂圈 有些最垃圾的導演 我之前說過 最垃圾的導演就是什麼 他不是叫你做這樣做那樣 是用手抓你去那個位 那些導演是 其實他經常覺得自己 我要這樣完整件事 你在無線 或者在一些電視台 或者外面一些PA 他最喜歡這樣 抓別人的肩膀 擺一些臨時演員 或者擺一些特略演員 但是他們不敢抓那些大星 他們不敢抓古天樂 劉青雲 他們不會 其實是看別人欺負 但是你這次很離譜 你這個李文是大明星 根本上是大哥星 都可以委屈到這樣的 如果大家沒聽過 就真的聽一聽 是相當令人氣憤的 我是在好聲音 最後那一天 10月14號 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 什麼感受 我告訴你 是那種hypothermia 就是在Below Forty的那種 冰雪 冷到覺得是麻的 不是覺得 就是麻的 好 我再告訴你 我們就跟他們說好了 因為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拿拐掌 也不可能做輪椅 我一定要堅強 所以我死都要站在那個舞台 是 我去了好聲音室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醫生求我不要去 因為我這個乳癌是個 Taking time bomb understand 我也不管 因為好聲音 我喜歡這個節目 我因為真的是愛這個節目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 是充滿希望 愛音樂 我們這共同語言 就是愛音樂 我犧牲自己 無所謂 我沒想到 原來他們都是一對壞人 去整我 因為I told the truth 我說真相 這是事實 他們的賽制有問題 你們都讓我去做 好 這個不公平 算了 我也把它吞下來 為什麼 因為最後 我說了一句話 如果我賽制我不去 因為賽制不公平 其中一個要走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留言 讓我有點失望 是的 我一命都不要 我去為了什麼 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自己什麼都沒得到 我到現在那個contract 多少錢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 我去了就是為了這個節目好 我在想這些孩子 無辜 突然間沒有一個媽媽 我去 我去幫 多少錢我不管 I don't care 我不是為了錢 我是為了這個節目 為了這些孩子 好 我說不公道 我說這個賽制必須要改 因為這個是說不過去 他們三個導師 他們有六個 三個三個三個 我是兩個 我的必須要走 馬上要走一個 就算他比人這高分 這六個人 可有機會再升級這個第五個位置 我說這個不公平了 這個說不過去 好 我給他一個建議 好最低分的 因為是觀眾投票 最低分的自動淘汰 這個是最講道理的 我是個講道理的人 他說不可以 賽制就是這樣子 對不起 姚姚說的 姚姚跟我說 這個節目組就是這樣做的 11年沒有一個導師可以改變 可是我說這個是 Ruth這個規矩 賽制是他們自己編出來的 10天錄影之前都說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還不知道賽制 過幾天之後賽制出來了 我說這個有問題 這個不行了 這個不對 我不說全國都會看見 因為菲哥跟哲鵬的確有人氣 他們非常旺 大家都喜歡 所以怎麼可能他們走 另外那六個比他們低分的 有機會可以繼續爭取這個第五個 這不叫不公平嗎 那我說出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說出來嗎 因為那一天他們要動手 他們跟我說不客氣 他們說你必須要離開這個舞台 你知道嗎 這個你們肯定不知道 我現在去騎你的 我告訴你 我的手術是10月17號去開刀 把這個乳癌拿掉 可是我真的沒有停過傷心 沒有 為什麼 我去好聲音為了他們 可是他們對我這麼壞 最後一集我看了 我在香港 Channel 555 我看了 真的好像我沒去過一樣 我所有的努力 花的心思 一切都看不見 好像我沒去 好像我隨便 根本不用心 可是你知道我花多少的心思嗎 我也因為這樣子 我的身體把它拿垮了 我希望你們好好聽住 永遠記得這一課 我犧牲自己 為了我的工作 為了 不是為了我的工作 是為了好聲音 為了這群學員 這些孩子 喜歡音樂的 對音樂有希望的孩子們 不要命我也要去幫忙 你懂嗎 對不起 我跟一般的歌手不一樣 我跟他們完全不一樣 我命都不要 我就是為了大家好 好 這個導演的左右手 應該說他兩個最close的助理 開始說你要馬上離開 你再不走的話 我們叫保安來 這樣子跟一個28年 從來沒有聽過 有一個人這樣跟我說話 我才站起來再說 沒有 這個女人要動手了 要抓 因為我感受到 他抓我的衣服 因為我是擋住臉 我是眼睛是鼻子的 我一直哭 他來抓我 把我要拉下來 OK 去擋 你別碰他 好 好 我馬上 睜開眼睛看到那個畫面 如果有人在拍 會看出來 好像 好像是 我們動手 我們沒有 那只是在保護 因為那個女的在動手 這個你們不知道吧 也相信沒有人告訴你們 這個就是真相 第二次去錄影的時候 這個是真相 我才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好 那一天開始播出之後 問題出了 為什麼肥哥這樣子是不公道 全國支持我 98%都支持我 好 我也不太說話 隔天 他們必須要鼻子要再次要改 是因為全國全中國都在說這個事情 OK 可是呢 他們給我一個 threaten me 威脅我 好 你要肥哥有機會可以爭取這個第五個位置 要在這個回來這個舞台唱歌 你必須要寫這個微博 必須 我知道他就沒有機會 在這樣子這個舞台上 回來再唱一次 這樣威脅我 因為我一直想著他們改是應該的 全國人民都在說這個不公道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知道什麼是對和錯 我們聰明的喊 我們有理智的 我們的耳朵不是盲目的 這樣威脅我 我當然是護著我的學員 為了他 我委屈 我覺得他們改字是應該的 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微博 他們的錯 為什麼我要去補救 No But 你們說服我 我必須要寫 OK 好 我去寫這個微博 所以菲哥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上 再一次發揮 讓大家看到他多麼的厲害 多麼的值得留在這個舞台 我委屈了 我把這個吞下去了 我很委屈的是把他post了 10月14號 好幸運的最後一天錄影 我們之前11號已經彩排了 我也跟哲鵬說了 我的腿不太好受傷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邊 你出來的時候一定要站在我旁邊 因為我自己撐不了這麼久 因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輪影 已經說好了 我們也把這個X光也給了導演主義 給了導演 他們都說答應沒問題 真正的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把哲鵬Q走了 走到另外一邊 不站在我的旁邊 我站不穩 我沒有辦法撐 我穿著七寸高的鞋子 為了漂亮 為了這個節目好看 自己花錢去買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好嗎 runway runway show 為了都是這個節目 他把哲鵬Q走了 我站不住 我這一段 好我其實站那一段 我的站不穩 好最後把他Q走了 我站不住 我真的不行 你們那一天只是回覆了 電視台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28年做一個歌手 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這個叫侮辱 被欺負 有人在乎這個感受嗎 怎麼可以讓我這樣子吃虧 我的媽呀 這個叫什麼東西來的 好現在上天逼我 因為我最會能熬 我最要我是最拼的 我拼 命都不要我拼 為了別人不是為自己 好現在上天逼我 我不能了 我現在連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讓我最快樂的 我不可以 好你們現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嗎